我想說我沒有輸 今天輸的是政策 今天輸的是政府單位 所有網友可以介意我的路 我都去問了 基本上都是沒有辦法出界的到 我可以認輸 但是我想再說最後一次 輸的不是我 輸的是政府 輸的是所有的政治 大家好 我是廖老大 阿倫網紅說我 比我們台灣的車不快 我除非想證實台灣的汽車工業 絕對不輸人家 所以我今天自費打造這台車 我今天想要跟你們說 這台車是奧迪TTRS 已經如期完工了 然後昨天進入了開始入車的階段 昨天入市的結果 0到100公尺 我的秒數比較快 接下來我需要一個 一公里的長度來測試0到400公尺 因為我們跟他約定是 0到400公尺誰的交數比較快 而且 我有答應過 兩個月內 如果成績做不出來 我認輸 我想說我沒有輸 今天輸的是政策 今天輸的是政府單位 所有網友可以介意我的路 我都去問了 基本上都是沒有辦法出界的到 我只有發文給相關單位 就是台中市政府 我確定市長有收到我的文 我請他借我一個比較偏遠的道路 比方火力發電廠 或是大甲院里那邊的路 市長並沒有同意 我想說 各位偉大的網友 如果你們知道哪有路 有一公里長可以讓我測試 我付費租都可以 是不是請你們大家幫幫忙 幫我注意看看 有沒有條路可以讓我合法的去使用 做成績 我不希望把我的車子半夜上高速公路 半夜上西濱 去測這個描述出來 如果描述出來的媒體誤我 我怎麼說 是不是讓大陸的網友笑說 我們台灣成績是這種飆車做出來 我是最討厭飆車的人 我不能帶頭做壞 我只能說如果這條路見不到 我就放棄做這個成績 我可以認輸 但是我想再說最後一次 輸的不是我 輸的是政府 輸的是所有的政治 但是我很痛心地告訴你們大家 希望所有的網友 能夠盡量把我承認辦法 也幫我分享這位新聞 謝謝大家 我的對手已經人設崩塌 在人品 他沒有資格跟我比賽 我在此宣布 我已經勝利 我失望的不是我的好被封 我失望的是我的對手 為什麼如此弱弱 我失望的是我的對手 為什麼做法如此不堪 我一直以為 會參從事汽車比賽的人 一定是內心 充滿了光明 想要以車會友 想要用成績來論英雄 我只是想不到我的對手 有那麼多不堪的手法 他連續超過十次 向平台檢舉 要求平台對我做封號 我的號正是在昨天被平台 禁止直播 禁止發送視頻 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我失望的不是我的好被封 我失望的是我的對手 為什麼如此弱弱 我失望的是我的對手 為什麼做法如此不堪 我不知道是我的對手問題 還是你們臨時的業界 每一個人都是如此 我的對手已經人設崩塌 我的對手已經人設崩塌 在人品 他沒有資格跟我比賽 我在此宣布我已經勝利了 不過 我會如期會在4月15號 上傳我車子比賽的秒數成績出來 證明 我是有實力的 在此告訴所有天下的男人 凡事做人光明擬落 不要處於這種 小人的行為 這是我的小號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 我也會為大家繼續剖上 所有關於改裝